2023年走到了最后的尾声,电视剧的播出也告一段落了。 赶在年底,年代剧《繁花》在12月27日登陆中央吧台播出,作为今年的开年大剧,开了一个好头。 12月25日,张婉逸和孙怡主演的《我知道我爱你》也开播了,靠着演员阵容,勾人心意的剧情吸引了观众。 那么,根据德塔文代播剧指数,对于代播剧的受欢迎程度可以一关。 一起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代播剧吧。 与凤行,主演,赵丽颖,林更新,与凤行主要讲述了赵丽颖饰演的神力。 作为魔戒的女王爷想要逃离联姻宿命,却意外变成了凤凰原形, 为林更新饰演的神君行之简道而生出爱恨纠葛的故事。 这是赵丽颖和林更新记楚桥传之后的第二次合作,让观众纷纷梦回当年。 赵丽颖最近几年已经成功转型,带给观众幸福到万家和风吹半夏这样的高质量作品。 这一次赵丽颖重新饰演仙侠剧,已经让观众非常期待了。 值得一提的是,与凤行作为纯网剧,却进入了中央总台的电视剧片单,足见其质量之高。 赵丽颖和林更新的二搭,我个人还是非常期待的,算是弥补了我关于楚桥传中宇文月和星儿的遗憾,希望在这部剧中,两人有一个甜蜜的大结局吧,不过也很难想象现在的先偶剧中有真正的悲剧。 赵丽颖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呀,据说这部剧就快要播出了,就整个期待住了呀。 大凤打耕人,主演,王鹤蒂,田兮薇,大凤打耕人作为大火的男品小说,这一次拍成电视剧也非常受观众期待。 大凤打耕人主要讲述了警校学生许七安穿越到了仙侠世界,利用现代的行侦技术频频侦破其案。 其中,男主角王鹤蒂的选角被观众称为天选许七安。 这样得到书粉满意的角色还是非常少见的,王鹤蒂把意气风发,风流脾帅许七安饰演得像是从书里走出来的。 虽然现在刚刚杀青,但观众已经在纷纷喊话导演赶紧剪辑了。 狐妖小红娘月红片,杨幂,龚俊主演,杨幂饰演胡族大当家,与龚俊饰演的东方家后人相遇并相爱,但为了维护两族和平,不得不历经千辛万苦。 杨幂被人称为拼命三娘,一直保持着高出净率,不管是电视剧还是各大活动,杨幂永远是精神气十足的北京大妞。 龚俊上次出演的《安乐传》铺得毫无水花,不知道这次跟杨幂一起能不能给大家带来惊喜。 庆于年二,张若云、李沁、陈道明、毛小彤主演,延续第一季主创阵容,讲述了范贤在朝堂之上如何运筹帷幄,如何笃形天地间。 李沁这些年一直不运不火,出演的剧集不少,戏份也大多是女一女二。 庆于年是不大男主戏,改编自男评,女性角色出彩的机会本就不大。 第一部里的鸡腿姑娘认真说来也只是陪衬,第二部不知道会如何演绎,只能说期待编剧再偏爱她一点吧。 个人观点,李沁最出彩的角色就是楚桥传里的公主,造型绝美,人设俱惨,在一盘废墟中的红唇妆不知道惊艳了多少人。 柳州记,主演,张婉义,王楚然,柳州记,改编自小说藏娇,讲述了女主角柳棉堂原本是女土匪,却在身负重伤被璀阳王救下后失去记忆,错认了王爷为夫君。 王爷将错就错,两个人的感情也越来越好。 然而边境不安,王爷即将出征,决定放柳棉堂离开,他却不离不弃,跟随王爷一起征战。 等到记忆被戳破,两个人的感情再起波折,不过索性最后是大团圆结局。 这部剧由张婉义和王楚然饰演,两个人在今年的热度都非常在线。 除此之外,一念观山里令无数观众心疼的李同光也在柳州记里出演了《男二号》,已经让观众感慨,长华森幼,爱而不得了。 纵观这些带播剧,古装剧的市场还是非常广阔的,也一直是观众的新头号。 七根新简是根据韦鱼的小说改编的,和斯腾,西出玉门是同一个作者。 和之前的故事差不多,七根新简也讲述了和外星人有关的故事。 上古时期,跟着云铁来到凤子岭的七个神秘生物一直引人作恶。 于是,大德和其弟子就制作了七根新简来困住神秘生物,再用凤凰扣封印。 结果因为一次意外,导致新简在线人间,危害一方。 五根年轻人就此踏上了收服新简的征途。 从介绍来看,七根新简也是一部群像热血作品, 其中的五个年轻人分别由宋威龙、刘浩存、敖锐鹏、张艺迟、王毅廷饰演。 虽然没有高热度的演员,但是单单剧情就非常有吸引力。 刘浩存出演的《脱轨》最近播出了,虽然热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口碑却不错,也让观众更加期待七根新简了。 《水龙吟》主演《罗云熙》,《水龙吟》讲述了当朝国障的义子唐历词查探江湖凶案,解开背后真凶的故事。 罗云熙饰演了男主角唐历词。 虽然罗云熙在《长月静明》里的装造收到了吐槽,但是依旧还有大批观众期待她的古装造型。 剧还没播出,但是罗云熙的路透却不少,剧里的衣服也非常华丽,符合首富人设。 除了罗云熙之外,还有今年因为莲花楼小伙一把的萧顺瑶也参与了《水龙吟》的拍摄。 徐正熙曾经也有经典古装角色与文护,这一次也参与了《水龙吟》的拍摄。 目前《水龙吟》一直没有女主角的名字,据说是没有女主角的大男主剧,也让有些不喜欢感情线的观众非常期待。 孰锦仁家,孰锦仁家主要讲述了《幻花染房》的季莺莺原本与青梅竹马的赵修园一起长大,奈何竹马迫于父母之命,要另娶他人。 季莺悲痛之时,就在寺庙里遇到了男主角杨靖渊。 杨靖渊以顽固形象示人,却意外对季莺莺起了靠近之心,两人的纠葛也就此开始。 南兆国的白王看上了季莺莺家里的染色秘方,无奈之下,他只得嫁到杨家以求庇护。 谁知白王暗算不成,直接起兵攻打,还掳走了女主。 杨靖渊为了妻子,也为了国家,提枪上马,领兵作战,最终驱逐了敌人,也就回了妻子。 在《赎锦人家》里,谭松运和郑叶成的搭配让观众眼前一亮,两个人都是路人员很好的演员,也期待这一次的播出会有好成绩。 《大江大河三》主演、王凯、杨朔、董子剑,第三季的故事将会继续以宋运辉、雷东宝、杨寻的人生经历为主线故事,通过个人命运讲述时代发展。 宋运辉虽然事业有些失忆,但是和梁思深的感情却是会更进一步。 雷东宝虽然曾经误入歧途,但是改造之后依旧一心扑在致富上。 杨寻从卖馒头到开市场,靠着自己的努力打拼出一片天地。 靠着《大江大河》前两部的观众基础在,这一季的故事也是备受期待,还没开播就已经呼声很高了。 七叶雪、主演、李沁、曾顺希、七叶雪讲述了一个爱人错过的悲惨故事。 李沁饰演的薛子叶小时候遭遇了全家抄家灭门,被初恋救了才侥幸活了下来。 长大之后,他成了药王谷的谷主,也遇到了自己心爱的人,顶剑阁阁主霍展白。 霍展白救人,薛子叶救他,两个人就这样相依相伴度过了七年。 但是生活却并没有走向圆满,薛子叶中了七星海棠之毒,死在了大雪纷飞的荒原。 李沁虽然热度不是特别高,但他饰演的悲情角色却无比深入人心,也让观众更加期待他的演绎了。 永夜星河,主演、于书欣、丁雨昕,永夜星河是根据大热小说《黑莲花攻略手册》改编的作品。 讲述了女主角林妙妙是意外穿越成书里的炮灰角色,为了尽快回家,需要攻略《黑莲花》男主木子叶。 但是黑莲花男主喜欢的是他的姐姐木瑶。 女主加入了他们一行人的捉妖小队,也在这个过程中让木子叶对他渐渐动心。 永夜星河虽然是仙侠剧,但是主角却是还在修炼的修道者。 这样的设定在近几年的剧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而且,于书欣和丁雨昕曾经合作拍摄过现代剧《月光变奏曲》是口碑非常不错的作品。 这一次两个人的第二次合作也让观众非常期待。 而且,阿娇还客串了男主角的妈妈,实在是非常惊喜了。 在《暴雪时分》,主演《吴磊》、赵金脉,在《暴雪时分》也是由莫保飞保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 不论是过去的亲爱的热爱的,还是最近刚刚播完的《很想很想你》,莫保飞保都非常会写爱情。 在《暴雪时分》,讲述了林一阳在《暴雪夜》对因果一见钟情,两个人相处之后见生情愫,在《雪夜》里相爱。 林一阳曾经因为裁判的不公正而退赛退役,现在却有了重拾梦想的勇气。 两个人携手在台球事业上发展。 《吴磊》和赵金脉的搭配让网友直呼,少年就该由少年来演,因为他们自带热烈和朝气。 这样北电第一和中戏第一的搭配,让观众期待不已。 而且,今年因为两部重生剧出圈的王兴月也在剧中饰演了女主的哥哥孟小冬一角,让观众期待值更多了。 这些2024年可能会播出的新剧,你更喜欢哪一部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